他为什么在极乐世界没有真正成就 他就来了 他慈悲心切 看到这个世间众生太可怜了 他就来了 我们把这些情形搞清楚 这世间有再来人 真的吗 真有 再来人怎么也糊涂呢 原来是凡圣同居主再来的人 才有这个情形 方便途绝对没有 诸经广占四伐功德 文明措耳 众罪冰消 唱身见字 万得云集 这两句话说得好啊 钱管担心 只有净土 深修原制 献证佛道 功夫钱的人 真心 真法院求生净土 到极乐世界 凡圣同居主 这是功德前的 身的人呢 身的人圆满的智慧出现了 用我们本经的经体来讲 清净平等诸 清净平等得到了 这个里头 也有钱身 不一样 所以那个倦呢 有小物 有大物 有大车大物 不一样 那为什么呢 放下多少不相同啊 执着放下了 分别没放下 因为就有 少分就 阿罗汉了 阿罗汉里面的少分 是许多话 都得要放下执着 那放下多少不一样 真的要练 练一切执着 都不要了 我们生西方 建徒的时候 那就生 方便有余处 不再 翻身同居处了 如果分别 也放下了 不但不执着 分别的念头 都不生了 生到西方极乐世界 佛来接迎的时候 佛光铸照 把你功夫提升了 加持你 你就到十八状元头去了 行是这个法门殊胜了 说老实话 学禅 学教 学密 这一生 真正成就 都不容易 唯独这个法门 真正是万修万人去 你放下的功夫 连虚脱环都做不到 不要紧 只要你能信 你真的愿意去 烦恼一瓶没断 不要紧 生凡身 同居处 下背往生 极乐世界是个特别世界 它特别在哪里 特别在清净平等修 特别在这里 所以 一生到极乐世界 就是阿维悦之父上 阿维悦之菩萨 一般的讲 语言教 出诸 别教出地 他不但超越流道 他超越十八界了 他往生到极乐世界 是生死暴 专业 那么可是在我们这个世界 一瓶烦恼没断 偶尔大师所讲的 他真的是反复 连小臣 虚脱环都没真的 也就是我们讲 没入门 大臣 华言经上讲的 世性 为业 他粗性都没真的 但是他能往生 往生到极乐世界 他所享受的 他还是在 凡圣同居图 但是他享受的 享受什么 智慧 神通 道理 跟原教出诸菩萨相等 他不是原教出诸菩萨 但是 他的那个智慧 得相 跟出诸菩萨相等 这是阿弥陀佛 本愿为神加持 换句话说 不是他自己有的 佛给他的 给他的 他一样相受 因此 生 凡圣同居图 下下平往生 能不能 回到 苏婆世界 来 读证 难 这是真的 不是假的 他能到 这个世界上 来读证 他迷不迷 有时候 会迷 那迷了 会不会堕落 不会堕落 为什么 佛照顾他 发生菩萨 照顾他 师尊在金刚经上 不是诸佛 诸佛这些大菩萨 常常照顾这些小菩萨 这些小菩萨就指这一类的 他来加持他 他来开导他 他一下就救护了 所以他很容易救护 很容易回头 道理在此地 他为什么 在极乐世界没有真正成就 他就来 他慈悲心切 看到这个世界众生 太可怜了 他就来了 我们把这些情形搞清楚 这世界上有再来人 真的吗 真有 再来人怎么也糊涂呢 原来是凡圣同居主 再来的人 才有这个情形 方便度 绝对没有 特别是凡圣同居主 忠下 这样的人 忠下辈的人 这种情形就很多 一定是佛跟这些大菩萨 常常照顾他 没有他们照顾的话 他就毁灭了 真的毁灭了 安妮陀佛 阿 祢 佛 阿 祢 佛